大管呢对手感的确实会有些影响 对吗你看连着投了几个总是会进一个的 对啊 拿球了开始跑了 嗯 这么打啊 这是硬扔了啊没道理 就没有什么道理 哎 哎 不站动 当然可能也是因为他的习惯 知道他打了以后呢不太会出球了 因为三次犯规啊 现在上半场比赛恐怕都不一定会上来了 防守上对方攻击力还没存在 哎呦 有一个 已经在联系爆发了 两队的第一回合的比赛当中 当时在上海队的主场 对面的一剑连是拿了22分 但是命中率其实并不高 命中率全场22中8 而另外一位呢 他的这个艾德文杰克逊是仅仅得了8分 12中3 那里面他还有变化 是 但阿瓦我们现在只会落成力 王汉琳 王汉琳他底线没有任何机会 我动了 还是侧应 金马 打了 终于有轮流坏 他的杨金萌 胡明轩和赵锐啊 都是去年上来的 这去年打的都不错 今年赵锐直接是上国家队啊 呃 应该说去年刘晓宇在这种球的处理上面 那好办法更多一些 那好多 办法更多一些 这个时候呢 可能唯一有把握的绝对强点是这个点 好球 反击来 好球 卢伪 劫了 出球 这球 还好是打进了 他那左手篮其实挺有把握的 他的架子也不错 对 好球2加1 看反击来 金马 哇 臭龙龙剑 这才通融球掉了 还剩 还剩最后7秒了 金马 持球单打 靠一下 呜呦 投进了 42比41 上海队 单节把比赛翻回了13分 而且尤其是第二节这后半节 感觉广东 第二节也得拖大 太松了 真拖大 是 金马 哦 好的 是 上海队军是拿出这种 以前的打法 哦 如果杰克逊再来的话 真难防了 欺赏人那一批我是觉得应该很恐怖的 按道理不应该呢 在CBA场均只得这十几分 你就是说打赛团队再合理 对吧 金马来 好球 两个队员 两个包接的队员都在同一个位置上面 是 刚为党拆呢 上海队对这个打法就是在圈顶 这种周蓬蓬都拉开了 不管了 通过连续的这种运球呢 我把你的这个节奏重心给你晃没了 我把你的这个节奏重心给你晃没了 这个就是就是我以前在上大学的时候这个周末嘛 网友五月再见发来留言说 上海队现在就是双少年代的雷霆 任你千条妙计 我有妖精两支 好球 罗汉签我就怕他不进 我也好怕 我都没敢出声 好球 好球 进了 金马 单打对面 好球 张超旭 漂亮 十多囊呢 再看 这是前边 金马 团子好 一键连 哦 投进了 二十五次 再看 好球 哎 进了吗 这是个围体 一发一致 再看 再看 这个挺难的 这个 这个太难了 而且他 而且正常里左手放也就算 不是 怎么是右手放 这个太难了 上手跑完之后呢 你看最后 对方防守队员还是在持球队员身前 没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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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跑不出机会了 阿联这下传的也不错 跑球 还真不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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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身高两米多 手比身个子要短 要短的话呢 这个也别把照顾当成特别理所应当的一件事 所以说实话呢 一部分是国内球员自己要承担责任 对面控节奏 打24秒也不错 是 这个 这个 正是看出西亚得分王的感觉了 这个有水准了 好球 起码 好球 那比赛结束了 挺想念的 那把几票 一扇子 翻译 3 1